比如說 再幾個例子 兩個對我來講 好像大家知道 我的父母親都是來自農村嘛 從鄉下上來的 那我媽媽以前就是在... 你有在種種嗎? 你以前做校路的時候 你是在吃什麼頭路? 做餐 還是種什麼? 種切仔、土豆 要放菜脯 要放菜脯 要刮五個 要刮五個 如果一隻不去 就要我阿嬤 來講 然後 我之前還聽到一個笑話 真的很好笑 一定要跟大家講 因為大家知道我媽媽 嫁給我爸爸 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它是不得已的 因為是沒錯之言 這是絕對的不得已 第二個它是做八人大教 被抬過去的 以前我一直覺得做八人大教 是很風光的嘛 可是 在上上禮拜 去參加我表哥的女兒的訂婚 才知道真正的秘密 因為那時候 我爸爸他們的家 是在更鄉下裡面 所以 我媽媽要被 迎娶到我爸爸家的時候 是沒有馬路的 要過一條河 只有一個 地瓜橋 竹竿 做的一個橋 所以 當我媽媽要嫁給我爸爸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 坐計程車 因為在我媽媽那個年代 坐計程車嫁出去 是最大的光榮 那個大概是 幾年前了 五十 快六十年前了 五十八年前 對不對 大概六十年前 在六十年前 台灣的鄉下 要結婚 就是新娘車啦 其實最風光的是坐計程車 黑頭車 黑頭車啦 那我媽媽的姐姐 是坐計程車的 那因為我媽媽要嫁去我爸爸那個地方 是在雲林的很鄉下的地方 到現在都還很鄉下 計程車是過不了竹竿橋的 在我橋 在班橋 是過不去的 所以他只好坐八人大橋 所以當年他是帶著很大的委屈 而且 我媽媽還講一段很好笑的故事 他上了轎子之後 可能很新鮮 很好奇 手不知道放哪裡嗎 因為八個人抬著轎子 然後手就往後一摸 結果那個轎子後面 通通是黑色的灰塵 他手一摸到黑色的灰塵 他就很焦慮 等一下我是新娘子 我走下這個八人大橋 我手這麼髒怎麼辦 所以從頭到尾 他在緊張 他的手髒了怎麼辦 雖然是一件 很小的一件事情 可是看到生命的這個部分 那回到剛剛講 我爸爸媽媽都是從農村出來的 那我到農村大概兩到三歲 才到板橋 到新北市 那其實在我的家庭裡面 雖然我的父母親 並不是富也不是貴 可是有一次我在跟我堂哥 他們在聊天 有時候過年時候大家在聊天 我堂哥就講一句話 他說他這一輩子 最佩服的就是我爸爸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爸爸 是農村出來的 他一輩子 沒有什麼一技之長 如果有什麼專長 就是種稻子 跟吃飯 因為聽說我爸爸年輕的時候 飯吃得很多 一次都可以吃五碗六碗飯 對吧 那一輩子叫飯湯嘛 不會說 好啦開玩笑的 所以說我爸爸年輕是很會吃飯 因為做種田的人 大家知道 鄉下種田的人 早餐都是吃飯的 尤其是客家人 早餐都是吃飯的 是沒有在吃稀飯的 他說他最佩服我爸爸 因為從農村到都市 那我爸爸從事的就是建築行業 就是這個南馬控混凝土 就是水泥工人 簡單講 水泥工人 可是他這一輩子 他都在他的崗位上 不賭不嫖 用著自己的勞力 每天所換回來的金錢 讓他的家 讓他的小孩子 有一個安定的家 讓他的小孩子 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讓他的太太 像我媽媽大概也是四十幾歲之後 就 當一個純家庭主婦 雖然用他的勞力 每天賺到 每天的工資 可是 他是如此的踏實 他是如此的 在每天的工作當中 讓這個家 能夠得以維持 讓他的四個小孩子 得以溫飽 得以完成學業 好 各位 我只是舉我爸爸 當一個例子而已 我並不會說 他比在座每一個人 都更偉大或更不容易 那我要說的是 各位 今天如果我們暫時把 社會的成就拿掉 暫時把今天各位 你賺多少錢 你是不是哪一家公司的董事長拿掉 好 就像我昨天在三英峰會 跟很多我們的學員的分享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們都非常的不容易 你們都非常的不容易 你們都在你們的人生當中 你們都在你們能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不管遭受委屈也好 不管你要創造什麼也好 不管在你的婚姻 在你的工作 其實你們每一個人 都在你們的內心世界裡面 而做出你們所能做到的 最大的表達跟表現跟奉獻了 今天不見得你的成果 看得到 各位 今天不見得你說你的孩子多優秀 可是你對孩子的那個盼望的心 你對孩子的疼惜的鼓勵的心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你們每個人在你們的工作裡面 在你們的行業裡面 比如說我們講 像這位同學好了 你是他的女兒 各位 推著媽媽的輪椅過來 來這邊聽這樣的一個講座 剛才我在講的時候 已經看到這個媽媽在 散然淚下了 各位其實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在這樣的一個冬天 媽媽應該已經生病一段時間了 要帶著一個坐輪椅的人來到這裡 各位 這個女兒背後的心態 是什麼 是不是也想藉由這樣的一種 心靈的講座 來讓媽媽得到一點鼓勵 那女兒的用心又是什麼 只要媽媽覺得對她有幫助 只要媽媽覺得 這是她現在還想做的 還有動力願意去參與的一個活動 我想對女兒來講 多少的辛苦她都願意 多少的辛苦她都願意 好 比如說我們後面的惠雅 來惠雅舉手一下 各位 那位可愛的小女孩 她是從台中過來的 我記得我跟大家講過 惠雅從四歲對不對 就開始發燒 進出醫院 到九歲 四歲後來不久就被診斷 是類風濕關節炎 大家知道以前最有名的 這個就是性靈子 性靈子 其實惠雅的狀態 是比性靈子更嚴重了 她從四歲就發作 裂風濕關節炎 到九歲完全坐在輪椅上面 可是你們知道惠雅之前 她去參加什麼活動嗎 飛行傘 飛行傘 一個從九歲 坐在輪椅上的一個小女孩 從小接受這麼多的 支持、愛跟幫助 包括她的媽媽 今天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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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她的媽媽 各位 其實一路以來照顧這個女兒 其實 容不容易 不容易 像我們那天基金會 在台中辦餐會的時候 惠雅的一幅畫 惠雅一幅畫 那天標出二十萬 她畫的一幅畫是二十萬 可是後來我聽說我們同學 有人跟我反應 她說 許醫師 我覺得惠雅的畫 絕對不只二十萬 未來收藏她畫的人 其實是會增值的 她 惠雅 一個從四歲 開始發作 裂風濕關節炎 到九歲 開始坐在輪椅上 到現在已經 其實惠雅已經快四十歲了 對不對 有那麼老嗎 幾歲 四十了 各位 她坐在輪椅上 三十一年 可是最近 她嘗試的活動是 飛行傘 有一次惠雅還跟我說 各位惠雅不但畫畫得很好 你們知道她現在還繼續在學畫 在進修 她從台中 我忘記了 好像一個禮拜 一到兩天 從台中 再到台北 來學畫 你們覺得容易嗎 各位 不容易 今天我講到的自我價值 我不要講 什麼馬雲啊 我不要講什麼王永慶啊 我不要講 所謂的成功人士 各位 我說一句話 那都是騙人的 我今天要講的是 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們要看到 你們身為人類 你們活到今天 看到你自己 跟周圍 所有我們覺得 最平凡的小人物 他是 多麼的 不容易 所以我不要各位 我們只看到表面的 那個成就 表面的外向的那個價值 各位 我要各位 看到的是 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 起心動念